慈悲为本 佛之弟子应有爱己之心 并推己己神 推人己悟 哪怕是非文重译 也不能肆意伤害其性命 佛教讲求慈悲 作为佛弟子的我们 切不能伤害世间万物生灵 是啊 杀生是佛门大计 世间万物的生命都跟我们一样珍贵 杀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千万不能做的 嗯 我从今以后也不应该杀生 哎呀 这是什么 哎呀 是只蜜蜂 好险啊 刚才要是被钉到了 那可就麻烦了 对的 赶快把它打死 要不然再飞起来钉到人 那就糟糕了 对对 赶快把它打死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们怎么能打死它呢 刚才你们还说过 从今而后不再杀生呢 可是 如果我们不打死它的话 它很可能会钉到我们啊 是啊 如果它钉到我们 那要怎么办呢 蜜蜂啊 你怎么飞到我们家里来呢 来 你爬到报纸上 我把你送到外面去吧 天啊 它竟然听得懂你的话也 哦 小蜜蜂啊 赶快飞走吧 刚才我还说 世间万物的生命跟我们都一样珍贵 杀生这样的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没想到你们竟然还想杀这只蜜蜂 可是 它真的很危险啊 对啊 如果它钉到我们那怎么办啊 只要我们心存善言 别说是蜜蜂了 就是蜈蜂蝎子这样的毒虫 也不会随意伤害我们的 啊 你说蜈蜂蝎子也不会伤害我们 可是它们都是有毒的 怎么可能不会伤害我们 说实在的 我原本也不太相信 不过有一次我亲身经历后 就对这种事坚信不疑了 你有过什么经验呢 对啊 快说给我们听听 于是 刘先生便说了一件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那是七年前的某一天 那时候我的儿子才刚刚学会走路 宝贝 快 快走到妈妈这里来 妈妈 妈妈 乖儿子 你真棒 我回来了 宝贝 你爸爸回来了 快去亲爸爸一下 爸爸 爸爸 哈哈 乖儿子 来亲爸爸一下 你儿子这几天走路走得越来越好了 当然咯 也不看看他是谁的儿子 爸爸 爸爸 对 你真是爸爸的乖儿子 儿子 去厕所帮爸爸把毛巾拿来好不好啊 毛巾 毛巾 你啊 拿个毛巾也让儿子去 真是有够懒惰的 我这是让他多练习练习走路 啊 乖儿子 多讲的乖儿子 好多讲的乖儿子 发生什么事情呢 哎呀 老公 你快来呀 啊 怎么了 当时在刘先生家的厕所里 竟出现一条硕大亮黑的蜈蜈 蜈蜈蚣身有剧毒 如果被咬到 将会危及生命 哎 丑丑 丑丑 儿子 你不能去碰他 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蜈蚣 如果让他咬到小孩 那后果可不开设想啊 老公 你快把他弄死 你快拿个木板来 哦 好 快 快打死他 别让他跑了 就在刘先生准备用木板 打死这只武功时 他突然想起了 教导他佛法的师父 曾讲过的话 佛爱众生 物理众生 慈悲心是佛教最基本的教语 当年佛陀尚且割肉未应 可见无私的慈悲何其为道 因此我们作为佛弟子 切记不可伤害万物生灵 哎呀 这里怎么会有 这么大的蜘蛛啊 不能踩啊 你怎么会想伤他性命呢 师父 蜘蛛是有毒的昆虫 难道我们不应该杀死它吗 我过去是怎么教导你的 佛弟子应该以慈爱为本 世间万物的生命 我们都不能去伤害 即使它是一只毒虫 我们也应该平等慈爱 何况杀害了它 也是犯杀生戒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五阿弥陀佛 蜘蛛啊 你快离开这里吧 这里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 啊 他真的走了 你以后也要记住 任何生命你都不能去伤害它 是 师父 我记住了 快打死它 你还愣着做什么 我不能这么做 我不能夺走它的生命 那也不能让它留在我们家里呀 万一伤到儿子该怎么办 是啊 我不能伤害它 也不能让它伤害我们儿子 有什么办法能不伤害它 又能毫发无伤地将它弄到屋外去呢 这时 刘先生想起了师父放生蜘蛛时的情景 于是他也对着那只蜘蛛口念符号说起话来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蜘蛛啊 蜘蛛 你的毒我们都很害怕 你进入家中令人不安 我不愿伤害你 更不愿家人伤害你 请你爬上木板 我带你出去 南无阿弥陀佛 天啊 他好像听懂了你在说什么耶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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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到了万年 这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 你快离开吧 不要再跑到我们家里来了 这件事情对我的感触很大 我也更加坚信了师父的话 世间万物 我们都不应该去伤害他 哎呀 今天多亏了你及时支持我 否则我可就犯下了杀生的恶行啊 以后我们可要注意了 千万不能再犯像今天这样的错误了 你不咬下来吧 我可以说到复材料了吗 我可以说到复材料了吗 我可以说到复材料了吗